刚出生的宝宝名叫瑞瑞 出生不到一朵 就进行了气管插管 因患有先天性格善 肺部发育不完全 无法和自己进行行行 急转用到首都儿科研究所进行救治 马天元时间不是特别好 我真是饿了 生以后也没有时间 四分钟 一个是睡发也不凉 一个是睡着买肛压 这两个因素实际上是决定得善的 还是生死的 养不够的 就持续给他用力加压的这样给养 稍微快点发动了 喂 您好 您给我准备一个关系 我们马上转去一楼了 到了已经到了 一楼一楼 好 走开了 前面放轻了 刚刚出生了 他就走了 慢慢走 快 熊囊呢 刚出生了 他六个小时之内 是要稳定住的 因为他很多肺水 凉水都到肺里面 本身他肺发育不好 然后稳定以后 他就接一个呼吸 先拍吧 拍个去 刚刚出生的小瑞瑞 生命体征很不稳定 是否有机会接受这个救命的手术 还需要24小时的观察 仔细看了一下 他那个 像的那个缺损的那块 大概是2乘1.7 碎水的隔肌缺损 形成了一个直径2厘米大小的洞 胸片显示 他腹腔内的胃 左肝和肠管 全部通过这个小洞 挤压进胸腔 心脏被迫移味到用紫 左肺几乎没有发育 右肺也受到严重的挤压 挺重的 挺重的 是吗 胃在上的 肠子也都在上的 这个都没东西了 基本上看不着肺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生出来以后一直是紫的 正常的 他肺应该是这样的 就是脚这一点 均匀充气的 这是正常的 像这个呢 就是他心脏就挤过来了 然后这些腹部脏 去扇上以后 把心脏挤到这边 把右肺 好肺给挤了 左肺呢 就全是被这些肠管位占了 冰想的严重 真的完全没有 小瑞瑞的病情 比出生前预想的 要严重的多 实际上和善 其实最担心的 就是他肺的脉高压 这样的孩子 如果要是持续肺的脉高压 是非常危险 嘴压上不去 血氧上不去 最终的结果就是 胳脏器缺氧缺血 来 我给你说一次 从目前看呢 孩子还是属于挺重的 现在稳定稳定 因为手术失旧 孩子应该实验 也是一个打击 明天呢再看看 再评估一下 24小时手术 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机 你太忙挂下来 给你留着 谢谢啊 好 好 有点湿 真的很难受 看到他插着小管子 这么小就受这么大的罪了 我老公非常想要一个宝宝 内心特别渴望 身边的朋友和同学 都生了特别健康的宝宝 到我这儿咋了 这么难 2018年 周琦和陈欣结婚 新婚不久 两个人就拥了第一个 宝宝是公外孕 最初的惊喜 也最终成了夫妻俩的遗憾 这是第二个孩子 他说要吧 非常坚持要 那我就支持 最怕这样 突然跟我说 孩子上不了手 其实我特别害怕 如果孩子活不下来 我也不想 和善温卷得特别重 不好 温血压呀什么 都一直颇重 经过一夜的观察 瑞瑞的情况 不太乐观 你好 新潮 你好 温玛丽双 到了吗 快点 这孩子温夜不好 就是血压和血氧 就不停地上上下下 起起起起起起 我想这手势时机 为了判断小瑞瑞 能否如期进行 今天上午的手术 玛丽双主任 立刻联系了心脏超声 胸片 臂超和麻醉科 等多个科室的主任 对小瑞瑞进行 术前的再次评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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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她可能 这个不稳定是由于 就不是由于心脏本身的问题 是由于挤压的 是这样子的吧 就上去了 全部都上去了 然后就这样 然后皮 再来这个围 玛丽双主任 原本计划 用胸腔镜 给小瑞瑞进行手术 减少对身体的打击 可是 瑞瑞的血压一直波动 让玛丽双主任 不得不改变手术方案 就根据那个超伤的那个结果 要评估觉得他应该那个缺口不会太大 所以想枪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结果没有想到他实在是太重了 开放手这样直接给他快速地把那脏气赶紧还回来 先保命吧 过来跟你交代一下这个引擎 从出生到现在已经24小时了 目前孩子的状况是很宾威 左肺发育的基本上就这么一点点 就正常的孩子至少是这么大的 他现在就这么一个小嘎嘎 这个孩子不做手术 他百分之百的是活不了的 就直接就开刀 如果做手术 风险非常大 在手术台上可能孩子下不来了 孩子的照片呀 可以 太难了这个 这个真是风险非常大 好 行走吧 手术捏手术 来点点进来 因为手术对他来说是个胆衣 人家孩子在树中出现 各种危险的情况比他在楼下还要大 所以我们的评级 人家现在是最高比 我们可能在树中就要抢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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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老天保佑 开始了 来 开始吧 电刀 手术需要从肺源上切一个五厘米长 而小瑞瑞的身长也仅仅只有34米 隔肌的位置很深 你如果不切大了这样看是看不到的 小心脏就在叠着 崩崩崩的 左心右心都在拼命地再去工作 努力地再去供给全身的人一样 可能那小心脏棒的棒来 也许他负担太重他就绑不动了 这就是我们说的心脏不能衰竭 这么小就受这么大的罪 难受 想哭了 希望他也和我们一样坚强了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复卫各个脏气 手术的第一步就是要复卫各个脏气 小瑞瑞腹腔的脏气全部挤压进左侧的胸腔 左肺只有成人指甲盖的大小 你看这些小肠 哎呀 全都爬在上面 皮卡在里面 哎 就不好处了 有这样的小生命 它只要有生命迹象 我就帮助它 好 出来了 哎 太好了 你看一复回来 它就缓解了 手术的第二步是缝合缺损的隔肌 可是新生儿的隔肌 十分脆弱较嫩 稍有不慎 就会前功尽弃 玛丽双主任 每一个动作都格外小心翼翼 记紧点 再紧 这是隔肌 这孙也是很大 这是边 然后咱们有看房子到哪儿 只要他有什么希望 我们就应该去救 如果他放弃了 他就永远不可能就有生机了 好了 修补完成 总算有活的希望了 我们下来跟家人交代一下 手术做完了 从目前看呢 手术孩子目前还可以 脏器全部的肠管 小肠 结肠 脾 还有肝脏的左叶 全都扇上去了 但是那个肺发育非常差 这个呢 就看术后这几天 让他慢慢地能恢复到什么程度 他草莫已经关了 就祝愿他吧 嗯 得知孩子手术成功的消息 陈欣马上给周琪 打了通视频电话 孩子手术做完了 马上就要出来了 我在等宝宝 我在等星期 两天两夜没喝眼 真的睡不着的 第一关算敞过来了 是吧 小瑞瑞虽然闯过了手术这一关 但是术后的恢复 仍然面临生死的挑战 需要他自己独立地面对 刚刚回到ICU的小瑞瑞 血氧突然下降 医生持续地按压求 可小瑞瑞的血氧 没有丝毫的起锁 左侧钻手术 这隔地就修好了 前期 右侧也有 心情它会更压迫那个肺 这更致命的 这边可以 这边有 能带我来 所以赶紧这边也得放 你看这个 但也它肉身 能够忙得好 能忙得忙 快点看今天 今天情况应该还是比较稳定的 最艰难最艰难的就是我们做完手术 今天给他输了一点血 宝贝加油 昨天表现不错 你特别坚强 就是阿姨都在帮你 爸爸妈妈也盼着你呢 诶 动了 断练了 断练了 哭是练那个肺 这样它肺泡才能打开 弹 弹 这种声音啊 这生命的呐喊呀 做得挺好的 它做得也特别好 太不容易了 这个其实可以说是我们疫情期间最大的一个收获 出生整整一个月 小瑞瑞终于可以转出ICU病房 和自己的爸爸妈妈见面了 好了 找妈妈先来 好乖的他 我觉得他今天活下来 也是一个老天给我的一个礼物 我就是不知道咱说 说不会说话 就是多谢谢你们吧 这些人为得是清除 生命它很脆弱 但实际上它又很顽强 就像那个种子一样 那么飘到沙漠里 它有可能都钻住一个小嫩牙来 只要它有生命死亡 我们就应该去救 疫情期间 生命的抢救从未停止 三月三十号晚上二十一点五十分 一辆救护车停在了北京安珍医院的急诊大门口 从车上推下一名患者 紧急送往了安珍医院抢救室 这基本上是手和民粥的 你家水都正常的 不怕你的手能做吗 扎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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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里面有这种性质吗 我我爸心耳 我爷爷心耳 突然压动 我爷爷那时候也挺年轻的 你现在有什么东西吗 没有任何东西 他现在要取掉 现在要取出 要把今天手 要做最好了 我的这个肠位 没够 我现在需要挺久了 工作特别忙 可能就是有点 有一下熬夜什么的 今天一会儿也没有轻松 没有这个症状 这位患者名叫高慧 是一名孕妇 怀孕34周 在这天上午的例行传检中 被查出了极为异常的高血压 严重怀疑是患有主动脉夹层 这病人又主动脉夹层 而且夹层我看很厉害 从上面到下面都是 然后还有这个中毒学院前期 伤他的病很重 那么一直我们继续抢救 我们都不能给你保证 你明白吧 马上就做各项发炎 还是做过 把这些都做完了以后 您却大概的诊断以后 我们就马上手术 手术也准备好了 即使这么快 走绿色通道这么快 抢救 那么手术中 我们都不能给保证 明白了吧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主动脉夹层是临床上极其凶险的集中症 致死率极高 血液经过撕裂的主动脉内膜流入主动脉壁中 薄薄的血管壁一旦破裂 打出血会瞬间夺取高慧的生命 而他肚子里的宝宝也没有生还的可能 最可怕的是 大血管的破裂随时有可能发生 为了确定主动脉破裂的具体情况 高慧必须在进手术室前接受CT检查 生命抢救 肚子里的症 产科医生也把CT使用 以高慧做检查 而比超显示 此时的胎儿已经出现缺氧症状 我跟你说 你二人的病非常严重 他之前就有动脉瘤 但现在他是动脉瘤 高血压 这些炎尘尘 这些都是高温素 现在他的血管 从这个大尔上 一直到大百 都死亡了 但因为现在他的孕州已经成熟 原则上先救 把这些孩子都带进去 你的孩子和这些大人 能够再联络 应对师父 知道吧 因为他得的这个病 就是一种关 知道吧 过了就过了 能不能救过来 我们也会经历 来做解力 好吧 所以因为他在宫内有缺氧 所以要尽快让孩子出来 一个是可以开始宫内 第二个慢性缺氧 然后到分 他的这个脏气的栓心 那个机械的脾气 但是抢出来 这个结局是什么 我现在不能给你 你不用求我 我现在 我们是希望两个 对不对 对不对 刚才看见了 关注动脉开口全是假成 头的血管全是假成 现在的左肾已经灌注不了 不管是对我们心理来讲 还是技术上来讲 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一个血管脸疗命 希望两个都能够存活 我们直接去收拾了 给我们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做所有的素权的 特别是现在目前 疫情状的想要救治他 心理城市的压力还是大 因为现在没有新冠的 险阴的检查 但是可以让我们 马上来上台了 第一个他自己心摔了 第二个他的宝宝 在肚子里面已经窒息了 时间就是生命 狗会经过绿色领导 解析入院进行请教 生死以分量级 严重的病情 没有刘凯医生 为他排除新冠肺炎患者的时间 所有到场参与生命 前进的一步 都能人家 三级男后的标 穿了 几几十十十十 尽管参与手术的医护 也尽管专业的联系 但是负责检查 根据的护士长 却一丝一毫 参与手术的医护士长 这家伙怎么算是张 我看第一种 我都没有 带到 断权 是过的 产生帽子就这样就进完了 你看 你觉得找了一点 双银的帽子 这那时候 就像我了 然后你觉得脏子呢 那时候 就像我里面都说 啊 去那 就在进手术时间 狗会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我在这儿可以打个电话吗 给我家人 你现在 关键是时间 你已经知道吗 时间很重要 喂 哥 你没睡吧 我现在实在是不知道 给谁打电话了 我也 不太敢给我妈打 我今天突然查出来 我可能和我爸 得了一样的病 反正 哥 你也别太着急了 反正 我都跟 盛楠说了 就是 最坏的结果 就是抱孩子 高慧要先后进行两个手术 首先是全麻状态下的铺公产 要以最快的速度 取出窒息的胎儿 我真生作妙 一个是孩子 一个是大人 男孩 女孩 男孩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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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长时间工艺紧迫 刚刚出生的猫儿 没有发出体 还是就没插谎啊 哈哈哈哈 胎儿在宫内 他就有这种缺氧的表现 一个他小 因为他比起34多 跟37多38多多 主业反正主业 废车发也不好 第二个 他本身就在胎儿的宫内 就有缺氧 所以你再给他一点这种 有缺氧风险的药物以后 他这种呼吸 一直都更明显 所以就去哪里 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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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会再去削一下 然后在这儿 然后在这儿 他这小男孩 很可爱的啊 即使见到刚刚出生的儿子 小张也没有兴奋和喜悦 他依然牵挂着 孩子抢救的妻子 孩子被送往华西医院 但是小张却选择 继续留在手术室门外 等待妻子的消息 高卉要立刻开始接受今晚的第二台大手术 主动脉夹层手术 手术 手术的第一步 就是要将他的心脂拥调 使用体外循环 代替心脏 高卉的主动脉夹层 会不会在开胸过程中破裂 人工血管和高卉的血管 能否顺利缝合 都是未知数 但是我们进去一看的时候 右肝的弄脉完全被撕裂下来 这次给我们素权的CT是不一样的 仅仅是差了两个小时 你看他的病变发展就这么好 要问了吧 病变的血管 全部拿掉 用我们的人工材料把它替换掉 我们在人工血管 要跟他自己的组织结合在一块 那是要严实合缝 连接破线血管和人工血管 需要进行二百多针的组织 必须保证每一针都极为仔细进去 只要有一个针样出血 患者就下不了素素来 而高卉的血管十分脆弱 一旦不慎造成撕裂 也将引发无法抑制的大出血 最关心的是大事 这原本就是一个要求操作极其精密的手术 而在防护服务下的操作 更是对朱俊明主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眼睛看不见 它里面是虚的 就雾的 有的时候可能在防护服务的调整角度 找到一个地方来看 因为它这个手术是很精准的一个手术 要求我们的势力 要求是很好的状态下 但里面往往里面都起雾 看不见呢 我们就得可能不断地在调整我们的角度 希望我们看得更清晰 手术整整历经了十个小时 高慧的心脏终于恢复调度 此时的心外科主任朱俊明脱下防护服后 全身早已湿透 我们在衣服一脱了以后 全身是湿的 就跟跳到水里面上那种感觉是一样的 早上十点在手术室力力进行 心动破一夜的口碑被推往重症监护室 对于主动买夹层的患者来说 做完手术确实反复下去了 历经十个小时大手术的打击 能够你挺过术后的二十四个小时 有无关键 因为它相当于是两个非常急重的 病理生理情况同时存在 一个是怀孕生产 一个就是急性夹层 又经历了两个大的手术同时做 所以它回来的时候呢 应该是比较危重的 最最担心的实际上像急性性梗 那种改变 那么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严重的心理失常 心衰 甚至是猝死 就更加急认识 不断验 很多人都不开心 也很容易 自己不开心 没有想起来 但我还在在家里 我早就能不能进行 我早就想起来 我早就想起来 小君子 我早就想起来 姑娘那个泼辣劲 早日团圆 挽救生命的故事 每天都在上演 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 二次开心手术 现在沾连还有细菌的感染 71岁高龄老人 被侵蚀的心脏能否重建 手中会不会大出血 一切只有打开胸腔 才能知晓 这病发医脑干嘛 不可预估的事 不做确实是不行 这位71岁的李阿姨 今年元旦莫名其妙 开始反复发烧 并伴随心脏极度难受 就也是因为感冒 然后就还是主要出胖胖素嘛 好之后待了个一个礼拜 又不行了 我们这是邪门的 感冒难道这么频繁呢 新冠肺炎期间 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流程 先进行新冠肺炎病毒的排查 经过三次的核酸检测 排除掉了这个新冠肺炎以后 诊断呢 是致患上就是人工瓣膜被感染了 原来两年前 北京医院的王怀斌医生 就给李阿姨做过一次手术 为李阿姨致患了两枚人工心脏瓣膜 这一次李阿姨全真的血液 被一种愤肠囚菌感染 被感染的血液不停地冲刷心脏里的人工瓣膜 导致心脏瓣膜也被感染了 您看这冰箱 应该是没有的 上面有这种物 这种物 荡来荡去一破落的话 又老的话就是脑瓣了 抗生素治疗大概有将近三个月的时间了 感染始终无法有效控制 通过开胸手术 取出被感染的心脏瓣膜 再次植入新的人工瓣膜 是李阿姨唯一的机会 对于已经70多岁高龄的李阿姨来说 再次手术不仅面临的风险机构 巨大的心理压力 也让她难以承受 有点紧张 随着一息了 这都呆到了您 没事 你上次做也不会没事吗 每两天就拆电了 然后就回家了 哎呀 我现在肯定也心疼了 这也没办法 您得治 没事啊 您最近有发烧咳嗽吗 为了确保疫情期间的手术安全 进行每一台手术前 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 都会再次测体温 和进行流行病史的询问 每个病人尽门要测体温 要画一个新的口罩 二次开始手术 面临风险 难以想象 但面对李阿姨一家人的信 黄环病医生 还是决定淫亡而上 她现在加年还有细菌的感染力 她有炎症 她组织水肿 脆这些 都不可预估的事 但是现在不做 确实是不行 准备是准备的 很充分了 请励 关一下管道 现在稍微小点 开始了 李阿姨第一次进行开修手术 组织器官严重延远 甲治心脏又基础性强力 王怀病医生 仅仅是打开胸腔 清理黏黏的过程 就足足进行了 几四个小时 一般的情况下 我们在两个小时之内 完全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灌一个停泊液 你两个大环 现在心脏停下来了 心脏和肺 都有这个疲惧心脏 心脏手术还有可能 小一点 李阿姨的心脏停止了 变移 介入体外循环 维持着她的生 这也意味着 手术真正的开始 李阿姨能否在医生的手中 重获新生呢 医生要做的第一步 就是拆除感染的人工瓣膜 这些瓣膜都已经不行了 增厚 翻页扭曲 不做不行了 每一个瓣膜 经过十三针固定缝锁 拆除时 为了保护心脏组织 不被撕裂 王怀宾医生 要在直径 只有五到三厘米的血管腔体中 拆掉两年前缝上的每一针 你看这是个白的 先把这白的拽子 白的我已经切断了 好的 第六遍 你看这是我翻上的 不能够 我看不进 这么多针都 保护了 保护了没有 可能有没有切 好了 这都是坠生物 一个小时后 两个人工瓣膜成功拆除 为了保证病人的安全 王怀宾医生和其他医护 必须要精准快速的装上新的心脏瓣膜 甚至不能吃饭和休息 但在安装新的瓣膜之前 王怀宾医生还面临着一道考验 两个瓣都拆下来了 咱们的清理那些感染的 我要把它感染的组织清理 再给它置换了新的瓣膜 不是清理的 干净的话 它可能再发感染 清理的太干净 有可能 就是造成心急的 瓣膜组织的窗孔各方面 手术室外 眼看着周围的人越来越少 小唐也渐渐坐不住了 我担心手术中出问题 真是有点发寒狠 我觉得这怎么这么晚还没出来 父母都已经是七旬高龄 但独生女小唐 却是个只有26岁的90后 这一次决定让母亲手术 小唐的身上负担着巨大的压力 我爸老年是来脑梗的 他也做不到什么决定 他亲戚帮你出主意 但是最后那主意 肯定要给我自己拿 还是责任谁承担过 这种生活 你也没办法 一天两天不适应 一年两年还不适应 早早地背负起 照顾整个家庭责任的小唐 此时只希望手术室中的母亲 能够平安地回到他的身边 下午五点 经过八个小时的奋战 王怀斌医生 终于完成了心脏半膜的治患 迎来了决定手术成败的一刻 撤掉体外循环后 李阿姨的心脏能否恢复跳动 经过王怀斌医生和医务人员 长达12个小时的全力救治 手术最终非常成功 取出了李阿姨感染的旧板膜 置换了新的人工瓣膜 李阿姨也终于度过了这种能源 但71岁高龄 两年之内经历第二次开胸手术 李阿姨术后的恢复 又能否顺利了 女生抬头 可以靠着 阿姨 别喝了 不能喝嘴了 昨天上午老人家等于 顺利的把呼吟机也拖开了 七碗茶碗也刮了 床上坐起来 整体感觉甚至也是清楚的 私事活动不好的 我感觉挺好的 比我力想要好多了 这个大夫人真不错 我真喜欢这一帮大夫人 作为医生嘛 天职都是治病救人 即使是一见相敌的 我觉得有责任有义务 有担当 去把这个事情去做下来 目前北京市日常医疗服务 正在逐渐恢复 一场疫情改变了你我的生活 但是医生们的救死扶伤的使命 却从未改变了